然後另外像那個過敏 因為我本身 就是其實我過敏沒有很嚴重 可是我有一次可能 我們這樣飛來飛去 太勞累的時候 真的過敏的情況會很容易加重 我去年就是被邀請到重慶去演講 一下飛機我突然不到一個小時 我整個眼睛開始就是整個發紅 然後很痛 我想說大概太累了 睡覺起來就好了 隔天早上起來 整個眼睛是完全睜不開 撞起來 後來去看急診 他們就說還要做細菌培養 還要驗很多東西 然後叫我住院 我嚇到了馬上取消 接下來兩個禮拜的行程 打電話給我老婆 然後就馬上就從重慶 又買最近的飛機票 回來台灣 我又打開老婆 又包專機 醫療專機 沒有 那個眼睛總有很多種 一種都發炎 一種是血管 很快要破裂 對 但是我是整個眼睛張不開 後來我到 我回到台灣到長庚掛體診 他還是叫我住院 因為一個眼睛 我沒有想到 而且他還是跟我講說 你這個不治療會瞎掉 我想說是疑心 你還跟我說會瞎掉 好 我住院沒問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